我说你这心也是大 你就对炼血堂 没有半点执着吗 爱谁谁呗 以前年老大当头的时候 炼血堂也没好到哪儿去 后来改换门庭 跟着碧瑶少主 我倒觉得挺自在了 起码啊 他把我当个人看啊 现在跟着鬼力也不差 不会被他忽来赫去呀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待鬼力复活了碧瑶之后 他可就不会在这里待着 到时候门派里 可没人罩着你 你要是想好好过活的话 还得趁早抽身才是 你呢 你不是也没人罩着吗 你怎么不抽身 还说我 独公子这么爱偷听人墙角 是不是万毒门不复存在 毒公子太清闲了 我也想像庙公子一般悠然自得 只可惜我们仍然身处总贪 走吧 宗主找我们 天书落入了焚香谷的手中 我与鬼先生商议 决定进攻焚香谷 待占领该处之后 便可顺利进入十万大山 到时候我需要你们的协助 协助可以 只是手下无人可用 你需要多少人 听说所剩无几的万毒门人 已被您收编 记得当年您曾答应过我 会为我取得紧要 如今已经不需要了 能不能把剩下的万毒门人 交给我处置 秦巫爷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和宗主谈条件 绝无此意 只因失门之中 曾有不少门人得罪过我 如今师父既然死了 门内说不定还有些秘密 我要与他们一桩一桩的 清算 除了你 我想不到还有谁 比你更适合统于万毒门 你来之前 我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 只是当务至极 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在完成焚香果的时候 我自然会将万毒门还给你 如此无言定当尽心竭力 完成任务 那我还需要做些什么 你只需配合无言就行 他会带你混进焚香果 从内部瓦解他们的防御 到时候 你只要和他配合就行 是 宗主 清无言可不好控制 别忘了 毒神是怎么死的 罢了 看在青龙的面子上 先这样吧 来日若有一动 再收拾他 是 齐儿 师父 你怎么又来这儿了 十年了 你每次在这儿五间 为师都在想 你在想谁 为何不能忘记 师父 师父 弟子想忘记 可往事一点一地 都似刻在了心里 再也无法抹去 此次前往死亡沼泽 一路之上 我一直在告诉自己 正蒙不良力 他已是清云的叛徒 可在死则 在天地宝库 当我遇到危难时 他还是当年的张小凡 奋不顾身地来救我 不要再想了 不管他是张小凡还是鬼力 都不可能再尽清云 清云也不可以容他 为什么 这世间有很多的事情 没有理由 只有认命 认命 什么是谜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吗 你说什么 这是在天地宝库 天书浮现时出的几个字 弟子一直在想 若天地不仁 万物有命 那我们所坚信的 所执着的 又有何意义呢 有所沉语 有所执迷 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你不是在闭关吗 我出来走走 你怎么办 你看上去 好像又老了几分呢 岁月催人老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对了 你不必担心朱仙剑的得势 听不易讲 前往死亡沼泽的 林鲸鱼等弟子 已经回来了 如今的青云门 也后继有人 林鲸鱼 他的确是块好材料 无论他的心性 还是他的资质 都是上上之选 那当年你为什么不把他 招入你的门下呢 因为他太像一个人 他的气质 他的表情 乃至他的心性 都跟那个人十分相像 如果让他留在我身边的话 我会睡不着觉的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 十年了 你的伤 还没好吗 为什么我控制不了朱仙剑 为什么我控制不了杀念 你 我也没有想到 这朱仙剑的反噬之力 竟然如此厉害 朱仙古剑威力巨大 再加上朱仙剑阵足可逆天 如此的暴力之物大为天意 你在动用朱仙剑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了 我自然知道 在换月洞府的诗碑之上 明明写着 自清夜祖师以下 历代祖师都有严令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得动用朱仙剑 我曾经想过 如果你多动用几次朱仙剑 或许 你会死得比我快 指引我 怎么 你要走了吗 还记得当年 我救你的时候对你说的话吗 我救你 是因为我欠你的 但是 我是不会让你 比我活得更久的 你们也甭想得到 住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应该怪你 都是我的错 也不知道鬼王他们把小黄抓去 到底想要做什么 小黄 你回来了 是鬼王他们把你放了吗 他们把你抓去是要干什么的 无言之前一直受制于毒神 性格孤僻 如今刚离开万都门 定会一心为总谈办事 若有言语不当之处 还望宗主海涵 只要他不起一心 我是不会亏待他的 既然宗主对天书志在必得 但仅凭他和金平儿 恐怕势胆力薄 还望宗主让属下一同前往 协助他们 不必了 让他们先去打探丰盛 乃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确定 四灵法阵的作用 等确认最后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之后 你我再一起行动吧 是什么东西 你还记不记得十年前 鬼先生复活兽神的研究所得吗 记得 想要复活兽神 需要三个必备条件 新的肉身即祭品 魂魄即兽神之魂 以及复活他的咒语的力量即天书 除此之外 还需要足够充沛的天地灵气 来保证他的血肉和魂灵的相结合 没错 四灵法阵 就是起到了牵引天地之间灵气的作用 我谋划多年 只要找到了滔天 就能布置四灵法阵 你知不知道 当年的黑心老人复活兽神 为什么会失败吗 是因为他的天书只有一卷 咒语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吗 这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黑心老人手上 虽然有兽神之血 但是他并无躯体 兽神的灵魂被召唤出来之后 无处依托 他为了存活下来 不得不去抢黑心老人的躯壳 但是又被金灵夫人舍身击破 因此复活大忌才为失败 这也阴差阳错 正是我们复活兽神的前提条件吗 正是 余渡万福谷窟中兽魂是被击碎 兽神的魂魂散落在天地 正在朝着十万大山汇聚 而这散落在天地之中的魂魂 终究是要消散无法持久 现在 他的力量也正在逐渐减弱 所以这就是您准备四灵血阵 打算提前复活兽神的原因吗 魂先生利用四大神兽的力量 布置了这个法阵 就是为了聚集兽神游离的魂魄 但是这最重要的 还是兽神新的神区 只有有了这个躯体 方可大功告成 我较之前得到的兽神知识 军已分发给各派 大多数都被用掉了 这兴的神区 又上哪儿去找呢 兽神之血 我记得一共有四瓶 炼血糖得到了一瓶 豢养出了血坤 小心 万毒门得到一瓶 被毒神以化骨之术 炼出了数以百计的毒人 长生堂也得到了一瓶 被豫养子炼成了血质 我们鬼王宗也得到了一瓶 十五年前 我已经把兽神之血的种子 妥善地培养了 现在 这个种子已经逐渐长成 我们这次之所以按兵不动 就是要将这本应该献祭 给兽神的身躯 顺利地引到十万大山 待他前来之后 真正复活兽神 什么人 什么人 放他 银业偷听 可不是副宗主所为 既然你已经听到了 我也就不瞒你了 黄鸟确实要用作四灵血阵 所以暂时我不能还给你 不过你也无需担心 黄鸟乃九天神兽 不死不灭 这嗜血珠本身已经有损毁了 不宜再催动法术 否则损毁将会更大 你有多久没有用嗜血珠 吸射活物的鲸血了 十年 那杀豫阳子的时候 我只是吸射了 他的内力修为 这嗜血珠本身就应该用 活物的鲸血来进行养护 现在想要修复它 需要足够多 而且足够强大的血液 不劳费心 我自会想办法解决 等到了十万大山 自然就会有的 自然就会有很多生灵 和无数正道高手的血液 是吧 贵王 十年了 没想到你还抱着 复活兽神的幻想 这不是幻想 而是我唯一的选择 不设四灵血震 不光是为了复活兽神 更重要的是 我要复活我的女儿 当四灵血震启动之时 将会汇聚天地之灵气 只有那样 碧瑶才有希望 你是在利用它 利用我对它的执着 来帮你复活兽神 贵力 难道你忘了 当初碧瑶是怎么死的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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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你来说 你只是失去了 一个爱你的人 而对我而言 却是两个除了碧瑶 还有小痴 我不想当年的事情 再发生 所以只有拥有了 强大的力量 才能止息这延续了 千年的正魔之战 你问过碧瑶的意思吗 你有没有想过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 碧瑶和小痴的死 当年我派东躲西藏 内部分崩离析 不 害他们无辜惨死的 正是你所谓的力量 没错 碧瑶是为了我而死 但是你心里应该明白 碧瑶从来不愿意 看他无辜的生命死去 他在用自己的生命 去捍卫心中的信念 没错 碧瑶受你的影响 一直认为启动四灵血阵 复活兽神 将会令天下生灵涂炭 但是你们所知道的 就一定是真相吗 那我问你 当年圣羽玲珑 为什么要制造兽神 正是为了满足 他长生天地间的意愿 和改变蛮荒的悲剧 他只是一个囚禁千年的冤魂 充满了力气 一旦复活了他 世间的遗弃都将被摧毁 事与不适 你可以用你的双眼去看看 然后做出你自己的判断 但如果你还是不愿意相信 一定要阻止四灵血阵 阻止碧瑶的复活也无妨 我不相信 你努力了这么久 最后会亲手毁掉 这唯一的希望 那就走着瞧吧 我是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 我人生有大寒事 日夜楼可于心 生不如死 却不能不胜 生则上欺望 死则为北清气弱之人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正道 你们全都是在骗我 我这一生苦苦之争 纵然受死 却从未违背诺言 可是 我又算死了 你也想死我 我又想死我 小师 活着 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你生死茫茫 知着信念 最终 却成了鬼了 碧尔 是我错 是 我 在我 你 这 是 我 不知道 是 我 我 你 你 救命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鬼力 你要想杀萧师兄 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 我不信你努力了这么久 最后会亲手毁掉这唯一的希望 不 不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孩子啊 看来咱 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哪 师父 人间很难了 天上也长全 我好了 张晓凡 你的人生还有很长很长 你一定要坚持住 快起开啊 谁能彦此 一群一瓶小花 怎过长相似 ไป 跟我又是 主曲 去 闹 有 有 不 没 NOR 荒涼不畏 荒涼不畏 现在这儿已经不是我的七神之地了 以后我不能再替必要来看你 告辞 你不是要去焚香谷吗 离开之前 还你一个人情 解药 你知道我跟你下了毒 杀鱼养子的时候 没错 此毒名为回梦 会离人产生幻觉 逐渐沉沦于 常常想念之事 而且这种药的毒性 会越来越强 乃至中毒者神智错乱 分不清什么是真 什么是幻 最终癫狂而死 沼泽之中 你我仍是敌对 迫不得已 还望包涵 不必了 浮生若梦 为欢极合 能在梦里了结一切 也不是为最好的归宿 不要 住手 你自己还是孩子呢 你自己还是孩子呢 派去鬼王宗 打探消息的人说 鬼里没事 而且离开了湖岐山 他会去哪里 不知道 不过鬼王统一了魔教 下一步必然有所行动 他能出身离开也好 他不会离开 碧瑶姐姐太原的 在沼泽的时候 野狗告诉我 说碧瑶姐姐没有死 他只是沉睡未醒 这么多年来 小凡哥哥也一直在寻找 起死复生之法 其实他也没怎么变 沧桑了点 冷酷了点 修为高了点 却还是那么坚定执拗 不会回头 也不会动摇 可是这世间 哪有什么起死复生之法呀 他还要寻找多久 心中有牵挂的人 有一丝美好的希望 总好过心如死灰 心如稿木 放心吧 即便陷入再黑暗的境地 承受再惨烈的痛苦 他都会坚强地活下去 去达成他心中所愿的 咱们就一点也帮不上吗 好没用啊 怎么没用啊 他有他的路要走 咱们也有咱们的路啊 这余都城 有我们最好的回忆 也是我们仗剑行侠 舍命相护的地方 也许有一天他救醒了碧瑶 他会回到这里 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派着胸脯 跟他说 你看 我们把余都治理得多好啊 天底下 哪有这么适合安家落户 相守一生的地方 还不赶紧留下 此心安主是无相 咱们守护好这方天地 等小凡哥哥和碧瑶姐姐回来 是啊 是啊 不过呢 城东的乌衣相出了点麻烦 急需周大小姐出马百平 这城中有麻烦 应该找你这个城主才是 拉着我干嘛 还不是张家建宅 请周爷爷过去算命 周爷爷不知道算了什么 把柳叔给拔了 谁是那柳叔成经了 整条街都抖起来了 爷爷也真是的 没事他瞎算什么呀 怎么有那么缺钱吗 缺啊 怎么不缺啊 你不知道这去了沼泽一个月 周爷爷把余都城弄得是鸡飞狗跳 人仰马翻哪 走 我们赶紧过去 看一下 冒这么大的闲 就不怕有去无回吗 你这一路上都心事重重的 该不会是在担心我的安危吧 多心了 我只是在想鬼王的计划 觉得不安而已 我真的不明白 你们到底在图什么 当年在滴血洞中 受神险些复活 他的危险你们是知道的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有些血还是值得冒一冒的 那对于你来说 虎子是什么 自然是完成魔教统一的大业 壮大我方的实力 可我不对心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你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 我说的不是真的 你也想复活必要 对吗 那是鬼力改操心的事 与我何干 再这么待下去 天都要黑了 走吧 待会儿若是出手重了 可别怪我 不认真 不认真 你不认真 哪 你不认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